怎么样 朦龙 现在知道了 枣湖为什么出现在流金湖里了吗 我有个很浅的猜测 就是当时南岳王非常喜欢吃枣 所以就把这个枣 从中原地带移植过来 然后在他死后 又把枣放进了流金桶湖里 带着一起下葬 是这样一个原因 七汉时期是不是有这种风气呢 对 在汉代吃枣是非常盛行的 它可以冲击 也有很多宝剑的功能 甚至与生仙有关系 因为汉代有很浓重的 这种生仙的这么一种思想 汉武帝的时候 仙人安齐生在蓬莱岛上 修炼的时候就曾经吃枣 说吃大如瓜的枣 汉代的铜镜上面也有名文 说尚有仙人不知老 可饮欲全即使枣 枣在汉代人的食物中间 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当时的帝王们 他们的饮食生活的追求 也是物求其广 就是越远的地方 不容易得到的东西 他们越愿意收集到身边 那刚才我们了解到 南越王愿意吃枣 那除了枣之外 他还愿意吃什么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